接著畫面中一名男子走在巷弄內 注意看他的右手持著一把 好像槍械的東西 經過了民眾看到相當害怕 以為有人怎麼這麼囂張 帶著槍直接在大白天裡逛大街 因此立刻通報警方 警方根據監視畫面沿路來追氣 在晚間的7點多 攔查到這一名男子 這名男子主動交出了一把辣椒噴霧槍 仔細看就和影片裡的槍一模一樣 經過警方證訊之後 這名男子公稱 因為和自己的員工有口角 擔心上街會遭到報復 也因此隨身攜帶這一把辣椒噴霧槍來防身 卻沒想到引起大家的誤會和驚嚇 而警方在了解整個情況之後 是將這名男子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來進行裁判 同時也呼籲民眾不要有類似行為 避免觸罰 東森新聞在坦南報導